其實昨天立法會主席在一個二讀全體大會的階段 是將我驅逐離開議事廳 但是那個只是停留於在大會的階段 現在立法會進入了全體委員會 審議各別議員提出的修正案 在法律上面這個應該是被視為另一個會議 這個也是解釋到為什麼當初 在修改議事規則的時候 建制派說在全體委員會階段 要有另一個法定人數更加低的門檻 在法律上我相信是清晰的 但是為什麼梁君彥作為主席 都繼續在今天在委員會階段 都不讓我們五位議員進去呢 我覺得完全是無理 而且是濫權 他是不是心虛 怕再進去又再有混亂 又怕我們再示威或者抗議呢 但是即使是這樣 議員進去議事廳開會 是我們基本的責任 發言也是我們最基本最基本的權利 即使我們要進去抗議 他都要面對這些 我們是代表著市民去行事 所以他絕對不可以認為自己有權 就去濫用 不是正如他昨天所說 議事歸就是加權力 在他們道的 其實 一個絕對是濫權的行為 亦都是我們作為議員 當然可以司法覆核他 但是我們司法覆核得來 我們最終在一地兩檢的議案 我們最後都沒有辦法 進去修正案投票 我們甚至在二讀發言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這次我覺得 立法會的整體的尊嚴 和我們在憲制的地位都是受損的 我們沒有辦法 作為議員 我們沒有辦法 在二讀的階段 在一地二草案的條例裏面 發言 留下一個紀錄 代表我們市民說 我們是反對這條條例草案 因為它違法違憲 我也都沒有辦法 進去修正案的階段 是支持其他民主派提出的修正案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非常之遺憾 我們作為議員的權力 是大受剝削的 這個我們都會在其他場合 也都會和法律的團隊去考慮 是否提出司法覆核 和作出追究 那我等一會 就會和其他進不了去的 另外四位議員 一起去見梁君彥 再和他商討 但是這些失去了的時間 我們現在進不了去 我們就追不回 我們12點會進去梁君彥的主席港裏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梁君彥的主席港裏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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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最後梁君彥的決定是怎樣 但我無論如何都會去主席房找他 因為我知道他那段時間 不是他主持會議的 他應該會在自己的房間 在休息室 我無論如何都會去找他和他算帳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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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選擇 法院主席 請問一下 因为我认为它完全不理解 它是不理解自己的力量 作为总统的LegCo 我们是担心我们的权子 在第二次议训 现在我们是担心我们的权子 在CSA的程度 所以这就是完全不理解 我深厉害他的决定 和他在做的 谢谢